特別拍影片提醒投資人 因為很多詐騙集團打著謝金河 名號招搖撞騙 通訊軟體上 對方大頭貼正是謝金河 開頭就詢問是哪位朋友引見 有沒有關注老謝的財訊欄目 接著就會引導被害人加入平臺 一旦匯款就被詐騙 財新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再三呼籲 莫讓臺灣淪為詐騙者的天堂 因為根據商業中刊統計 臺灣去年受詐騙的金額 高達五十六億元 創下五年新高 隨機接訪就遇到有民眾親友 曾經被詐騙數千元到數十萬元 不等 從line 簡訊 臉書 各種管道 詐騙無所不在 除了警政單位宣導 民眾也得提高警覺 移民讓自己的辛苦錢 被詐騙集團白白拿去 三民新聞 真心情情 臺灣到